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小确信 这个词觉得他太假仙 但这里我还要告诉你 就是小确信拍板了 明年会有六个廉价 内政部表示说明年开始 国定假日如果遇到周六 那周五就可以先补假 如果遇到周日的话 此时会变成周一补假 那明年一整年 有三天以上的连续假期 就有六个 所以休假增加到一百一十五天 这其中二月有两个 三月一个 六月有一个 九月跟十月也还各有一个廉价 那换句话说呢 以后放假日 如果遇到周末 那这个假日就不会白白的被吃掉了 而且不仅如此 明年起的未来十年春节假期 大多至少有六天 最长还可以放到九天